歡迎各位益友 全面進場 話說在昨天 有多家本港媒體引述了消息指出 說在今天召開的一連兩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 將會加入議程 討論要褫奪最少四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的議席 而在香港時間今天的凌晨時份 美國國務院和財政部有所宣布 他們說要加碼制裁多四名中港官員 大家留意一下 在數字上 兩個消息其實都相當巧合 都是四個人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美國國務院和財政部宣布 因應大陸實施港區國安法 就要擴大原先的制裁名單 目前就新增了四名的中港官員 包括了的就是 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 中央政府駐港 國安公署副署長李江舟 警務署國家安全署副署長劉刺惠 以及經常在媒體登場的 警務署國家安全署 高級警司李桂華 國務卿蓬佩奧在聲明當中指出 說中國和香港的官員 持續破壞對香港自治和自由的承諾 並且以政治目的去拘捕異見人士 而這四名被制裁的中港官員 將會被禁止入境美國 而他們所持有的美國資產 也將會被凍結 蓬佩奧也強調 美方有決心 向那些扼殺香港自由 和損害香港自治的人士 追究責任 同時也有呼籲 中國政府需要履行中英聯合聲明 所作出的承諾 這就是他們官方所交代 加碼制裁名單的原因 其實大家留意得到 無論在時間點上 或在制裁人數上 其實都相當巧合 這才傳出了消息 說大陸政府打算DQ四名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 都未曾落實 或者美國政府已經說要擴大制裁名單 加多四名中港官員進去 難免會令人有一種感覺 就是蓬佩奧是否想打算先下手為強 想在大陸落實他們的行動之前 就馬上公佈了要擴大制裁名單 如果真的這樣 其實都甚具示威意味 有些人經常吹捧兩黨共識論 大家不要忘記 目前美國總統 仍然是特朗普 故此 今次 落實擴大制裁名單的決定 就是由特朗普政府來拍板 反之主流媒體宣稱 拜登將會就任下一屆的美國總統 拜登也宣稱自己 是勝利在望 甚至乎密羅緊鼓地安排下一屆內閣 由哪些人來都去擔任 但是就住這個DQ四的消息 截至我錄節目的這一刻為止 拜登陣營 都未曾有片言隻語的回應 真是不知道那些兩黨共識論的擁躉 如何來解釋這個現象 然後我們就轉看另一宗 也是關於制裁的消息 就是來自英國媒體《金融時報》的報導 《金融時報》就說 香港證監會曾經私底下 向一些外資的金融機構表示 若然他們真的去 實施美國制裁的話 未必會自動違反港區國安法 因為相關的做法 屬於被動地遵守指引 但是報導也同時指出 說由於特區政府 沒有給更多的細節指引 多數的外資企業 對於執行美國的制裁 會不會是違法 仍然是未能夠釋除疑慮 至於香港證監會 對於這篇報導 還未有評論 如果《金融時報》這一篇消息 是屬實的話 我們都看得到 其實香港證監會 都不能夠斬釘 截鐵地 向外國金融機構 和外資企業 來保證 如果他們 被動地實施 美國的制裁措施 一定不會 違反港區國安法 他也說 未必自動違反 這個在措辭上面 就有區別 是不是 同時 你也說 他們這一種 說法 究竟能不能夠安撫得到 外資企業 和金融機構 我就覺得 成疑問 因為你都不能夠保證得到 他們一定不會出事的時候 他們又怎麼能夠放心呢 是不是 除非 特區政府能夠 發佈一份 相當清晰的指引 就能夠告訴外資企業 究竟哪些行為是屬於違法 哪些行為是不屬於違法 否則 灰色地帶 仍然是存在的 正如《金融時報》引述 其中一名外資商人 透露 說他曾經向特區政府咨詢 應該怎樣來應對美國的制裁 但是最後 他所得到的回應 就是非常之模糊 而且是重複的 類似人肉錄音機式的回應 這一名外資商人就形容 特區政府的回應 令到他紛紛肉碎 金融時報也引述了多名本港政商界的人士指出 說特區政府和香港的監管機構 實際上都不是很清楚 怎樣來處理相關的法律 因為中央方面 根本也都沒有就這件事 來給出一個確實的指令 所以來說 換個角度來看 如果《金融時報》這篇消息是屬實的話 其實香港證監會 都沒有很強烈地要求 外資企業或者外國的金融機構 一定不能夠執行美國的制裁措施 某程度上來說 那11加4 即是第一波 就是11個中港官員被制裁 現在就加多4個 姑且稱之為11加4 變相淪為了 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角力的犧牲品 也都是俗稱為condom 因為 因為他們在金融方面的利益 是沒有遭受到那個捍衛 是不是 按照《金融時報》的報導 解讀就是這樣 是不是 也都是難怪 為什麼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 立法會議員張宇仁 對於美國的制裁 抗拒 他在無線節目《清心直說》當中提過 說自己在美國和海外都沒有持有資產 但是他就不喜歡被制裁 他自己作為政客就已經影響到家人 有些銀行知道了他老婆和子女的身份之後 無論在程序和手續上都會特別延長 部分銀行甚至乎寧願不做他生意 我覺得張宇仁在這個節目當中所說的說法 就比較坦白一些 因為他起碼就導出了 當一個政客被制裁 或者是有機會被制裁的時候 所面對的那些難題 就好過有些人經常很機械式地重複某些說法 就說面對著美國的制裁 他是不會感到懼怕的 現在不是說懼不懼怕的問題 你不懼怕或者是你很勇敢地去面對等等 這些純粹是你自己的個人情感 但是當某一個官員真的被列入制裁名單當中 或者有機會被列入制裁名單當中 究竟他面對著一些什麼現實的處境 這個才是重要的 至於說到懼不懼怕的事情 無論你懼不懼怕也好 你也是要面對客觀的現實 然後再看看另一宗美國的消息 特朗普在Twitter上宣布了 會將國防部長埃斯柏 而且這個空缺 就會由國家反恐中心總監 米勒 來處任 即時就會生效 其實在上星期 已經有美國的媒體 引述消息指出 說埃斯柏 其實跟特朗普相處 就不太融洽 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源自於兩個人的意見分歧 在5月的時候 就爆發了席卷全美的 Black Lives Matter的示威活動 後來在某些地方 這個示威活動就變質 變成了一些打紮搶的行為 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就很想盡快來平息這個動亂 於是他就想援引1807年 所通過的反暴動法 來部署一些現役的美軍 來參加平亂的工作 但是埃斯柏當時是強烈的反對 故此兩個人的嚴規 就在當時已經是產生了 特朗普當時都非常強調 一件事就是法治與秩序 事後大家可以看 在部分 示威活動演變成為打紮搶行為 那些城市 特朗普的得票事實上是有這個進障 因為有部分城市的居民 都受不了這些示威 你示威還示威 沒理由後來變成了一些搶掠的行為 完全是變質的 所以你說特朗普當時 急於平亂 不是沒有他的道理 而且當時5月6月 就已經非常貼近大選的日子 如果一直都搞不定的時候 拖拖拉拉 那肯定就會影響了他的選情 現在換了國防部長以後 究竟在接下來七十多天的任期 他在處理國防問題方面 會不會更加得心應手呢 而他又將會採取一些什麼 令人出奇不意的招式呢 我們就可以是拭目以待了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